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7月5号周三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社团简讯 周四晚上继续举办 西北温小伙伴们关心的问题 系列研讨会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西北温各群 举手报名参加 西北温匹克球俱乐部的场地活动 本周六和周日继续进行 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 加入西北温匹克球俱乐部微信群 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参加 如果BC省的一个家庭有四个孩子 而且还必须是低收入 今天可能得到最多628家刀的联邦食品补助 与联邦加息增加的成本 和通货膨胀造成的价格上涨相比 这些补助简直就是没有 更何况大多数的加拿大中产阶级 就更是什么也没有了 不够补助的条件 负担的社会责任却一点也不少 今天加拿大联邦政府 给低收入个人和家庭 发放一次性食品补助 从200到600部等 BC省居民普遍感到无语 批评人士则抨击联邦政府 这个就既今既少又迟 今天温哥华都会区的最高温度 将突破30度 小伙伴儿们最好不要出门 或者要待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想去海边避暑玩水的 一定要注意大厂赶军超标的警告标志 避免不必要的感染 气流上层的北风把BC省北部山火的烟尘带到温哥华 暂时还不会下降到地表 所以看起来烟霾的感觉 实际上还闻不到烟味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教育部今天7月5日发布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 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93亿人 专任教师1880.36万人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特别支持播出